因為他看到主要更長話系的股份很多都很厲害 我們問另一隻也是李氏家族 8號仔 馬克森就想問說 現價追會不會太遲了 他有沒有機會上到5元呢? 他的目標就是想少本 又收息又賺價 現在追有沒有遲呢? 就變成堅持 因為價值真的很厲害 就是從體圖來說 好像還有一個直播性 但是如果你實際看估值所有的東西 其實這些位置就真的不便宜了 就是很理性地去說 但是幸好他去到這麼高價位 其實他的息率還是很吸引 他的息率還是很高的 所以如果你說完全沒有貨 先不要說現在買下去馬上賺5元 我想如果你完全沒有貨底 你這些位置買一些 可能是做著一個中線一點的 就算他不是馬上升了 但是你可能用來收息 其實這些位置都是OK吸引 就是變相又不是說太過擔心的 但是當然如果你說更加好的 有機會再回心多一點點 在下面再加多一點 我想如果這個位置呢 要一注買下去馬上賺到上5元呢 除非那個勢真的這麼強勁 否則我想就會有一點點 可能就是波動的風險在這裡 所以如果讓我選擇呢 我覺得在這些位置可以買 但是分住去吸引會比較好一點 是的 對 波動的éfaction 可以再也能保持 一點. 觀看